嗨 大家好 我是蒲昕 我知道我已經很久沒有更新了 我真的很該打 但是我最近工作真的比較忙 再加上又要錄外景的關係 錄完回家之後就只想睡覺 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為什麼我現在會有空要來拍影片呢? 其實是因為我的手機正在備份 所以就想說趕快來拍一支影片好了 在這邊也要先謝謝陳妮絲送我這個生日禮物 沒錯 五月份就是快樂的金牛月 那那今天的影片分享主題呢 就是要來介紹我最近喜歡的日常妝容的愛用品 就是一些我新購入的彩妝品啊 或是我覺得很好用的想要分享給你們 但這個妝呢因為是日常妝 所以就比較沒有什麼特殊的畫法 主要是想要推薦我喜歡的產品給你們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在化妝之前呢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近很喜歡戴的日常隱形眼鏡 就是這一副 也是我之前在愛用隱形眼鏡裡面有介紹過的這個Christine的品牌 對 包裝非常的可愛 而且它沒有很誇張的這種花紋 不管是上班族或是學生都可以佩戴 好 那我們就先從粉底液開始分享 我最近很喜歡的粉底液呢就是這一瓶 NARS的小光瓶 它在我心目中已經成為我愛用的粉底液第一名 之前呢我的第一名應該是蘭蔻的零粉感 但現在呢已經被它給打敗了 因為我發現它上妝起來的妝感真的非常的服貼 還很有光澤 重點是也很持妝 我居然擦著它去上完很大陸外景一整天 它的粉底都不會暗沉 然後也不容易脫妝 所以我已經大推它給我身邊好幾個朋友了 就是求他們一定要去買這一瓶 我現在呢就實際的上在臉上給你們看一下 你就隨便把它抹在你的臉上 再來拿出我們的Moodie美妝蛋 有沒有已經購入的人可以來跟我分享你們的使用心得 我只能說我們Moodie的美妝蛋真的是用起來非常的柔軟 然後就把它直接拍開 它的遮瑕程度真的是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鼻翼旁邊也要戴到 有沒有看到它的妝感是非常有光澤度的 然後遮瑕力也很好 我的黑眼圈基本上已經被蓋掉一半了 重點是它真的很實妝 所以我才很喜歡這一瓶 拍打完粉底液之後 我們就會來快速的再簡單遮瑕一下 我的黑眼圈真的太重了 因為我最近真的太晚睡 雖然這一瓶粉底液呢 它的遮瑕力已經非常夠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 暗沉跟小瑕疵是需要再給它加強一下 遮瑕是這個 HINY的 之前我推薦過的這個遮瑕液 那我覺得它的遮瑕度也是很OK 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保濕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用來遮眼下的黑眼圈 也比較不會很乾 也不會有細紋 那我在之前的化妝影片呢 有說到 上完遮瑕液之後 你可以先不用急著把它推開 你可以先放著 等它稍微乾一點之後再把它推開 它會更巴緊的皮膚 遮瑕也會變得更牢固 那等待遮瑕乾的同時呢 就可以先來上我們的眉毛 眉毛畫法就跟之前差不多 所以我就簡單的帶過 這支眉筆呢 是我代言的eHOT眉筆 很好上水 畫完我們的眉毛之後呢 就可以用遮瑕刷 把我們的遮瑕給推開 就是可以用這種輕點的方式 然後你這個眉毛旁邊啊 可以再稍微用遮瑕把它弄得更整齊俐落 平常化妝的速度真的很快 一個日常妝容真的大概15到20分就可以搞定了 好我現在底妝跟眉毛都已經化好了 有沒有發現我還沒有用蜜粉定妝 因為呢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新的上妝技巧 就是呢你的粉底液化好之後 我們先用定妝噴霧把你的全臉定過一遍 定過一遍之後我們再用蜜粉來定妝 這樣你的底妝會變得更加的服貼 也可以更加持妝 全臉給它定過 那這個噴霧呢也是我之前有推薦過的子春秀的 它噴起來就是有很舒服的柑橘味道 我現在先把我的全臉先定妝過了 我們等定妝噴霧稍微乾一點之後 我們再用蜜粉來定妝 因為像我自己是混合偏油肌 所以我很怕我的底妝可能外出不到幾個小時 就會化掉 所以我就發現了這個新的定妝技巧 真的很值得推薦給你們 拉近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是剛上完定妝噴霧 還沒有用蜜粉定妝的妝感 好等待噴霧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蜜粉來定妝了 最近很愛用的蜜粉盒是這個 植村秀的小方盒 它的粉質很細 而且它的定妝力也還蠻適合油性肌膚的人 我覺得它的定妝效果真的很不錯 那它是這種沒有顏色的白色蜜粉 上上去就是一層霧霧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在使用上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它裡面是這樣子一孔一孔的 粉撲上它就會有這樣一格一格的小圈圈 你這時候直接這樣拍上去 那你的底妝如果是比較水潤的話 它就會直接是變這樣有一口一口的在臉上 反而會很難把它推勻 所以呢你把粉倒在粉撲上的時候 你就先稍微給它這樣子揉一下 讓它不要有那一格一格的樣子 再把它輕輕的拍打到臉上 眼皮記得也要定到喔 因為我們待會還要上眼影 先定半邊的臉給你們看一下妝感 就會讓你的毛孔更加柔焦 但還是稍微看得出你底妝的光澤感 這邊呢是沒有定妝的樣子 就會稍微比較油亮一點 蜜粉的粉質是真的很細 所以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其實我今天分享的所有我愛用的東西 我都是真心的覺得很好用 覺得你們都可以去入手 好再來我們就可以來畫眼影了 今天的眼影呢用到的只有這兩個顏色 最近比較喜歡這種霧面感的 就是不要上任何的珠光不要上任何的亮晶晶 我們先從這顆眼影開始介紹 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非常熱賣的顏色是色號是221 它是有點藕棕色的感覺 它還是算偏棕色系喔 那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是很適合用來 消日常的水腫 把它當作是眼皮的打底色就會有消水腫的效果 上妝的手法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直接用刷子沾取它 大面積都少在你的眼皮上 有沒有看到它的顏色 兩邊的效果 也可以讓你的眼皮看起來變得比較深邃 下眼尾也給它帶到 其實日常妝容呢不需要畫得太誇張 稍微讓眼睛有神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邊也快速的把它上完 好接著呢我們再用這顆MAC的單色眼影 之前我有推薦過它 我是把它拿來當成修容 這顆顏色呢它就是這種有點 灰棕灰棕的顏色 很適合拿來當作眼影的打底或是修容 所以呢它一色可以多用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因為這兩顆呢它們顏色不一樣 但其實都是同一種色系 就是有點偏棕的這種顏色 我覺得疊在一起的效果是不會很違和 輕輕的暈染在你的眼尾 可以稍微加深你的眼尾輪廓 非常霧面的顏色 好再來呢我們就來畫眼線液 這是用的眼線液筆呢是Kiss Me的 這隻呢是黑色然後它的筆頭非常的細 所以我覺得畫起來也很好上手喔 就簡單快速的畫一個日常的眼線 細細的一條 然後內眼線也要帶到 你就是加起來我們的眼尾把它拉長一點點 最近的妹妹喜歡畫上眼線 就是喜歡這樣眼尾拉細細的一條 但內眼線是一定要畫的喔大家要記得 眼線畫好之後呢我們就來夾睫毛 夾睫毛的方式跟之前講的差不多 就是把你的睫毛全部塞進去 由下往上這樣子夾上來讓它變翹 這樣子咻一下睫毛就翹起來了 然後一樣用之前推薦過很多次的睫毛大底膏 簡單刷一層 讓它睫毛會定型的更持久 其實如果你今天睫毛是非常濃密的 你也可以單上這一層就可以了 它擦起來就會有一個現場的效果 好睫毛定型完之後就可以上睫毛膏了 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睫毛膏是這一支 這是小凱老師自己出的品牌 這一支睫毛膏擦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鮮長 它的刷頭是這樣子細細的 我自己用這支睫毛膏呢 我喜歡用它的最頂端 就是最上面這一頭 然後把它往上刷 讓我每一根睫毛都可以帶到 讓它睫毛就會非常的鮮長 這邊是還沒有上的 然後也不太會結塊 刷起來就是這麼的根根分明 真的非常的推薦這一支 哇我覺得我今天睫毛刷的特別的好 連用那個燙睫毛器都不需要了 好我們的睫毛刷好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來畫我們的臥蠶 我覺得臥蠶真的是一個非常靈魂的地方 就是你有了臥蠶之後呢 會感覺你整個眼睛變得更大 所以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畫臥蠶的 但當然我們的臥蠶也不可以畫得太誇張太大 但會感覺變得很像眼袋 然後我現在要來跟你們分享我最近新購入 而且我非常喜歡的這一支臥蠶筆 不要看它畫起來好像沒什麼顏色 它用來畫臥蠶跟畫下眼瞼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輕輕的畫一條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它就淺淺的一條 這一支它用來畫臥蠶的效果真的超好的 畫完這一條之後呢是不是覺得還少了什麼 對就是我們要加深我們臥蠶下面這條線 這一支呢是我在蝦皮買的 然後它是用來畫就是像臥蠶下面一條線 它的筆頭呢很像眼線椅 可是它畫起來的顏色是非常非常淡的咖啡色 我們現在就用這一支來畫我們的臥蠶下面那條線 因為它畫起來就是非常非常淡的咖啡色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下手太重 是不是就看得出差別了 這邊是還沒有畫這條線這邊是已經畫了 畫臥蠶然後它下面就是非常深的一條咖啡色 反而會變得就是有點太過刻意 所以我覺得用這一支呢你就可以打造出非常自然的感覺 這樣我們就有一個非常自然的臥蠶了 看起來是不是變得比較年輕 眼睛也看起來比較大 真的這兩支臥蠶工具請你們一定要入手好嗎 接著就是來修容 修容呢一樣是用剛剛畫眼影的這顆 MAKE的單色眼影 把我們的鼻子畫得立體 就是從你的眉毛下方輕輕的掃下來 掃下來之後呢中間這一段我會先把它忽略 不要畫一整條 接著呢就把我的鼻頭修窄 畫一個倒鼻的樣子 然後鼻樑側邊稍微刷一點陰影 OK這樣我們就一個立體的挺鼻了 其實每次用這一顆修容完之後呢 我都會再把我的眼窩稍微也帶倒 加深一點陰影感 就是用我剛剛修完容之後的 魚粉 掃在你的眉毛下方 增加眼汙的立體度 就說這個顏色非常的萬用 最後呢要來換我們的臉頰腮紅還有打亮 最近就發現一個很好用的打亮 就是這一盒打亮粉 它裡面呢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帶有珠光的這種淡粉色 另外一個就是白色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上在手上好像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是它畫在你的臉頰上 你就會知道 哇真的看得出來你的臉頰一秒變得很澎潤 我是比較常用這個白色的這個顏色 這個粉色呢你就可以混在你的日常腮紅裡面一起使用 也會有一點點珠光的感覺 我都會把它打亮在我的眼下三角形這一塊 輕輕的掃上去 有沒有看到 你的這一邊就膨起來了 你看這邊還沒用 然後你的法令紋都還非常的明顯 但是這邊看起來就是非常完美的一個妝容 你就很適合用這顆來打亮 它就是一個很細的光澤感 可以讓你的臉變得澎潤起來 這顆真的很神奇耶 它看起來沒什麼存在感 可是畫上去的效果卻非常的好 非常的厲害 我今天講的每一樣其實我真的都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再來是腮紅的部分 腮紅呢我最近很喜歡的是這一顆EDU的 它是跟那個威化餅乾的聯名 他們家很常聯名 然後包裝都做得非常可愛 它的眼影盤是這樣 做成一個威化餅乾的樣子 是有點這種蜜桃粉的顏色 很適合我的日常妝容 然後這個腮紅的顏色呢也是很顯色的 有點蜜桃橘粉的顏色 鼻頭也可以來一點 像那種小白兔紅紅的鼻子 最後呢臉頰的修容也來一點 因為我覺得最近這一塊咀嚼肌變得很大很明顯 所以修容非常重要 那修容盤呢我是用這個Benefit的 這盤我已經買很久了 它裡面就是有腮紅加修容 然後又有這種珠光色 這一塊呢我就是用力的給它刷上去就對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好我整體的妝容已經完成了 最後呢我要出門前 我會再噴一次這個定妝噴霧 夾三明治的感覺 把你的底妝這樣一層一層的把它夾起來 讓它變得很堅固不會很容易脫落 OK 差點忘記畫唇膏 我的唇膏呢最近很喜歡這一支NARS的 雲霧唇釉 我覺得它跟我的妝容色系也非常的搭 所以最近還蠻喜歡擦它的 我會簡單的呢把它上在我的唇膏 唇內側 再用手指把它給暈開 它就會淡淡的 其實有點像螺色 好我現在呢就去換一套衣服 給你們看一下整體的妝容感覺 好啦那我今天的日常妝容分享就到這邊 這支影片呢真的是把我最近愛用的鴨香寶 全部集結在這裡面了 希望有收到你們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掰掰